Hello 各位 全新的帕萨特 这车在燃油车时代真是了不得的产品 结果到了现在车展上 展台上几乎是没有人了 只有一些直播的人在这 其实全新的帕萨特在海外已经发布了 只不过它只有旅行版 而我们上汽大众国产的版本 仍然是三乡的轿车和麦腾 作为一个姊妹车型 我在看到它的第一眼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车真的变得好年轻 这哪是一个中型轿车应该有的一个风格 这台车你看它是一个绿色旁边 这还有一个算是豪华版吧 这是一个紫色 这两个色都不是咱们传统印象里 那种黑白灰的中型轿车的感觉 这台车明显是带有一个运动包围运动套件的 所以中网底下这个大嘴还是比较明显 中网其实只是一小条 非常的小 看起来有电动车的那种风格 全新帕萨特的长度5米出头 轴距呢2米84 这个轴距是比海外的车型要稍微的加长了一丢丢 那主要体现就在于后排的这个车门的长度了 这样呢后排的腿部空间也会加大一点点 这台车呢整体我感觉侧面啊 还是传统三乡车的感觉 但是它是稍微的我感觉有一些的厚 车尾一个灯带 中间是大众车标戴字母啊 然后底下这是一个pro的标识 那为什么它叫帕萨特的pro呢 因为之前根据申报信息啊 它还有一个更加的豪华版在这台车上会提供 不过那台车今天还没有发布 来看车内 其实呢这个跟麦腾是几乎是一样的布局 副驾驶多了一块屏幕 另外这台车就还是变得年轻了很多啊 比如说这台车里面这些直容的座椅 它是一个翻薄皮的座椅 当然它配置你根据麦腾来猜的话 这台车其实应该也有一个相对智能的车机 以及L2阶段的服势驾驶 在麦腾的试驾的时候 我有印象比较深的是 它支持打灯变道 整车的服势驾驶系统呢 是根据大江来供应的 那这台车应该也是同样的一套配置 后排侧面有一个侧窗的遮阳帘 座椅能够靠背调节两档三档的一个座椅按摩 以及三种模式 后排大概看一下空间 其实跟麦腾真的很像了 但是有一点比较好的是 它中间的鼓包变得小了 这也是因为我觉得它这车整个变得更厚更高的一个原因 比较好的是它这个后排的头枕 你看它这个尺寸真的非常大 两边呢是对头部有一个可以固定的 动力呢就没有什么惊喜了 这台车依旧是2.0T的一个放手机 380呢是220马力 330暂时应该是没有发布啊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是1.5T的300的版本 那个呢算是一个新的放手机 不过我觉得真的在这台车的基础上啊 还是2.0T是比较适合的 根据麦腾的价位 它大概也是18到25左右的这么一个区间